外面在建东西,所以会有一点吵 我来San Francisco住了 第一个礼拜发生了砸车偷东西案 事情是这样 我在西雅图的朋友他就去一个路线 然后他就从L.A.驾车上去 回去Seattle 所以他就有经过San Francisco,他就来找我 然后我们就一起约去吃饭 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去吃饭 我们去Japan Town,他就把车停在路边 是可以停车的 然后晚上的时候那个地方还不用还parking fee which is good 在Seattle的时候我们也是就这样子把车停在路边 所以我们没有think twice 我们就这样子去那个restaurant 差不多8点半,8点45分这样子 挂了一个小时,我们9点半的时候吃好 回到那个车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车子的窗口被砸烂了 我们把照片在这边 所以他砸了后面的U车床 还有后面那个大床 把里面的全部东西都偷到完 他们偷了我的猪包 里面有我的功课 还有我的passport 损失惨重的我的朋友们 他们的行李箱什么全部都被偷了 他们去L.A.买的东西全部都被偷了 之后我们就去警察局 然后去警察局 report 就签了一些表格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以为这边的警察 因为好像看戏的觉得好像美国警察特别厉害 那你知道他就讲 如果有人把东西交给我们 会通知 他们也没有要 investigate 他就有问附近有没有CCTV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他有问我们要不要做那个指纹 那个什么 可是会damage那个车 然后他还有讲什么 通常他们就这样砸了 他们就拿里面的东西 所以不会留指纹在上面 就是建议你不要做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就这样子 之后我才知道其实 砸车偷东西这件事情 在旧金山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车上有东西 然后你停在路边 你就会被砸 就是不管你是白天 不管你是晚上 我还有碰到一些人 也是有谈论同样一个问题 他就跟我讲 他被砸车三次 因为他住在这里好像七八年了 第一次是 我只记得两次 第一次 啊好像都记得 就有一次是 把他的脚车偷走 就是在一个光天花日 他只是去对面街 这样子他们就把他的车偷走 第二次是他把一个杯子的那种 Coin放在车上 整两车就只有那一个 墩子在车那个放杯的地方 然后他就这样子破窗 进去拿那个Coin 第三次是 就是在一辆van里面有很多那种 老师户外活动用的东西 球啊 运动用具啊之类的 然后就全部东西都被偷走 所以这里是一个 炸车犯弹的地方 他们就讲 通常不会是流浪汉做的 因为流浪汉都是会 比较害怕警方这种 他们就只是想要当一个 安静的流浪汉 可是这种炸车的是 professional tea 他们真的知道怎么炸车 Ru在睡觉 然后他睡在一个人的床上 然后之后我们就去report之后 发现他不会做人生的事情 我们就决定自己回去找 所以我们就回去那个案发地点 然后就找一下他的垃圾桶啊 什么 因为我的书包里面 真的是没有任何钱财 就只有我的passport 还有我的功课 可是当然找不到东西 可是在那边看到那个流浪汉 他在翻那个垃圾桶 然后就问他 有没有看到东西啊 他就讲有一条街 叫 Larkin and Eddy Street 然后他就讲 通常他们都是会偷了东西 然后去那边卖 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哦 我们去了之后 没有发现东西 可是就在路边看到很多那些流浪汉 在吸毒啊 在打针啊 在过着那种很 看了你会很伤心的事情 当时的心情出了 港大一个地方 然后弄不见东西 那么迟 然后又天气有点冷 就整个就是那种很悲伤的情绪之外 在眼前目睹的还是这些 场景 就让我更加的觉得 It's a beautiful but hopeless place 但是咧 经过那件事情之后 我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想 你经历了这些负面的情绪之后 你应该要去想 你从这些事情里面学到什么 可以 什么能够让你成长 什么让你值得省事的 至少我只要讲做passport了 至少我overcome那种 遇到shit的心情 在那件事情过去之后 我把那些passport的东西弄好 买个书包 买配个新的眼镜 重新做我的功课 至少我知道我 我的人没有事情 然后那些失去的东西 让我清醒的知道 其实属于我的东西也不属于我 你明白吗 这个我也不懂我在讲什么 可是我就是有这一个体会 我就觉得如果今天 你把那个我的拿走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 哦我失去了什么 因为你没有拥有 你就不会觉得你失去 嗯 这次有一点深奥 可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我就是觉得那些物质上的东西 其实都是你去 你不要让那些物质来possess你 你应该是你去拥有它们 而不是让它们来操控你的人生 你的思想 你的情绪 所以在这些事情之后 我更加开心 我也觉得San Francisco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一个漂亮的地方 一个城市 你有那些光辉的意面 当然也会有那种黑暗的意面 那些流浪汉 好像因为我住airbnb 就会认识很多travelers 然后我们就会讲话 每天都会分享东西 然后他们会给我们讲他们看到的 还有我们自己情深体会的 就是有些会觉得很喜欢这里 只是不喜欢它流浪汉这么多这件事情 流浪汉他们 为什么会成为流浪汉这个问题 有些他们可能在人生某一个点上 做错一个选择 做错一个决定 那个决定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也可以是一个很小决定 可以是你也可以做那个决定的 那种决定 只是年轻性你现在还没有做错那个决定 或者是你永远不会做错那个决定 他们也是人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东西 Seattle 搬来San Francisco 因为我转校 我最后还是选择来念美术 我在这个airbnb住了一个月 明天 后天我就搬走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house tour 这个是我住了一个月的房间 这是我的床 非常的乱 因为我没有整理 然后我就打算拍这个video 我还穿着我以前Shawline的衣服 所以是 你可以看到是四个人的一间房 This is Rue 他只有三只脚 然后为什么他穿着那个 因为他on period 那是厕所 这个就是那些towel 那些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common area beaving room 这里有一个很酷的墙壁 这是全部来这里住过的人 的polarite 这里有一个地图 可能用gopro拍的会比较好 上面有一个loft 现在有个人住 所以还有polarite 所以就是厨房啦 这里的食物是share的 上面有一个很和蔼可亲的家庭的那种 Airbnb feel 然后这是从那个门进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饭座 这里有多一个房间 Hello Hi 然后 这是两个host的房间 然后这里是一个厕所 对 就是这样 Bye OK 是这样子吗 OK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吗 oin 感谢观看